十項真八的總冠軍賽來到最後歌喉的第七章 兩邊在賽前的練習是顯得步步為營 不過接受訪問也談也有壓力 但更重要的是要享受比賽 賽前的心情很亢奮啊 很期待啊 然後 專注在把他拿下這個勝利 今天的目標是 全神貫注專注在 贏球 然後檢討那個之後再說 畢竟像東華他去年也有去打過 十二強的比賽嘛 那個強度我相信是不輸 台灣大賽 所以東華其實在抗壓方面上 我比較不擔心他 反而是有的時候他 他是比較容易衝過頭內心 坤宇的話當然就是 以他今年一整年比賽下來 我說真的真的沒有辦法挑剔他 他是一個真的是20歲的選手 但表現出來大概是40歲的 那種超齡的表現 沒有一如往常啊 就是在比賽就是告訴選手 恭喜他們參與到今年所有的賽事啊 就是打到最後一戰嘛 那來到最後一戰呢 就是在準備好把今天的賽事完成好 恭喜他們有這麼完善的一個一年啊 如果在選手的角度裡面 自己下場會想要說 盡我的能力我的力量去幫助球隊嘛 那現在是教練的角度是 我如何去預設場上會發生的任何事情 不管好的壞的都要先有一個預謀的想法在心裡 那當他發生了或是即將發生了 我如何去做不一樣的人選 或者是做不一樣的方式去做比賽 洪一是力拼隊時第十座的總冠軍 黃山俊更要揮別悲情 不想再屈居亞軍 先發陣容特別做出調整 外野拍上了陳子豪 岳振華 潘子芳 詹姊先在板凳待命 忠信兄弟期待主場加指示下 能夠自2010年再度奪冠 回報這不離不棄的百萬象迷 我來提供小燕窗 黃花追我們在台中週記做的採訪報導